1924年6月,黄土军校由孙中山在中共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。 黄土军校在大陆共办了32期,毕业升达23万余人。 军校为国共粮党,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,其中有不少著名中共高级将领都曾有过黄土经历。 1905年被授予军衔的解放军将帅中,十名元帅中有两人,十名大将中有三人,57名上将中有八人,176名中将中有九人。 此外还有一些中共高级将领或曾任职于黄土军校,或在战争年代卫国全区,黄土一期徐向前元帅1924年在黄土军校第一期就读时, 留影黄土三杰之一的大将陈,跟黄土时期留影上将周世帝上将陈明仁中将杨奎奎奎中将彭明智, 黄土三期中将常贤,昆中将,唐天纪中将曾则升,黄土四期元帅, 林辽尼智浪中将中将功化作,黄土五期大将, 许光达上将,陈其涵上将,杨志成上将,宋时轮上将,张宗逊上将,陈博军,黄土六期大将,罗瑞清中将,谭西林总, 江王政此外还有不少中共高级将领,曾在黄土任教官。 有的在1955年前,已牺牲黄土军校教官叶建英元帅, 1924年6月16日,任正式开学的黄土军校教授部副主任, 兼教官黄土政治教官聂荣真元帅, 扶为黄土政治教官聂荣真前排右三,与黄土政治部工作人员合影, 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八路军最高指挥员,左权黄土一七省, 黄土三姐之一蒋先云,黄土一七省,红军第四号人物, 王尔卓东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刘志丹,黄土四七学习。